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组成黄金他当地央视组织人叫做陶伟 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足球解说员 曾担任的贾连反解说顾问 收得球女朋友的喜爱 不过可能大家对陶伟更加熟悉的是他作为吕丽萍贤夫的身份 作为一个女人 吕丽萍的情路非常的坎坷了 曾经与先夫离婚后独自带着儿子生活的吕丽萍遇到了陶伟 当时为了追求这位大名鼎鼎的女演员 陶伟非常耐心的陪着吕丽萍的儿子张伯练习踢足球 两人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也就此打开了吕丽萍心扉 可是两人在一起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便离了婚 后来陶伟也重新和别的女人结婚了 再次吸引到观众们的视线是 媒体报道陶伟在某酒店身亡 经过检查后 给出的原因是猝死的 但是具体什么原因至今却还是个谜 在他的追悼会上是知名主持人 白颜松为他致死送行 场面非常的严肃 而且追悼会现场也来了很多的明星公众人物进行悼念 还有一些知名足球运动员来到现场 可见平时逃尾的人缘还是非常好的 只是46岁就意外猝死 真的是非常可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